嘿,今天玩玩具了嗎? 原作25週年慶 第三次再版改色加價不手軟 本集來看看由萬代出品的Metal Build 烈焰魔劍 強弩兵配色版 記憶體本身登場於輕小說作品《驚爆危機》 是主角在原作最後所搭乘的記憶體 本款其實是2014年的模具 並在2018年小小小改版過一次 這次是以原作25週年為由 綜合前面兩個版本的優點 然後把配色改為主角之前座機的配色 搭配原作小說插畫家跟機械設計師 共同繪製的合繪封面 並且無慈悲地把手腳整個提高 非常有誠意 烈焰魔劍 是主角前一台座機 強弩兵搭載的AI 在與主角無緣的大舊子對戰戰敗之後 協同主角方產檔重新設計的機體 但是因為幾乎依靠超限時設備 Lambda Driver 所以不但續戰力大幅的縮短 機體本身的電子增收以及反制裝置 也只有前一世代的等級 不過也因為這個超限時的Lambda Driver 因此所能夠發揮的戰力 確實比最新世代的機體高上數倍 可以說是非常極端的機體 對照動畫版的設定圖 從身形到結構大致上都很符合 像是以為是過長 但其實原本設定就是這麼長的狹臂 既然是沿用2014年的那個模具 所以高度上並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大概是18公分 重量上也沒有任何的增減 在沒有裝設任何武裝的情況下 大概就是這麼重 其實這個模具本身在外觀身形的表現就很不錯了 也的確是沒有必要再多做修改 無論是臉型面雕或是機體外觀都維持很優秀的狀態 配色從高調的橘紅色搭配白色 換成海軍藍跟白色也比較符合軍事武裝的風格 當然只是比較符合而已 塗裝上也有符合MB貴桑桑該用的水準 大面積平整也沒有什麼噴塗疙瘩 但是細部還是有些毛邊跟意氣就是了 直接跟前兩版來對比 除了顏色之外 三個模具的外型比例跟大智商的結構都是相同的 而本款是採用第二版的模具 因此像是腋下的可動結構 以及背後的兩個圈圈都有延續了下來 頭部依靠與頸部的連接球關來活動 雖然頸部因為駕駛艙機構不能動 但整體的範圍表現還不錯 低頭幅度比較低 但抬頭幅度不錯 後色的散熱孔當然是可以打開的 腰部水平轉動會被外裝甲給妨礙 但幅度還算堪用 左右傾倒跟前後彎曲的幅度表現也都不錯 外型的干涉也有都降到最低 並且還有拉伸關節 手臂轉動沒問題 根部也有外拉關節 第二版的腋下翻折關節 只是讓整體動作比較自然 所以水平抬舉維持只有90度 肩膀裝甲末端可以展開 重現石油狼WDRIVER的樣式 上臂可以轉動 彎曲不能貼上臂但已經夠用了 有附屬無對的替換手手 環部有下拉關節 可以有效提升大腿的抬舉幅度 水平抬舉因為關節的限制 所以只有45度左右 膝蓋彎曲雖然大小腿都很粗壯 但是範圍還算不錯 小腿肚內側向內推 就可以展開外側的裝甲 重現散熱的狀態 腳掌的左右接低性不錯 前後擺動的幅度也不賴 前端可以可動 為因應機體產生的瞬間高熱 頭部後面設置了放熱索 本款就是一塊軟質半透明 具而漸層塗裝的塑膠 頭後色打開 直接給它插進去就好啦 有重現駕駛艙開啟 先把頭向前拉 再將胸部往前拉 背後裝甲展開之後 就會露出駕駛艙的地方 附屬了空的座位 還有人的半身像可以選一個 人像當然沒有塗裝囉 兩側肩膀上部都可以開啟 裡面有兩顆不能取出的手榴彈 初版這邊展開會是兩個ECS的發聲器 但是第二版就修正成手榴彈囉 架方則是可以展開成兩個機械臂 不過不能直接變形 需要替換零件來重現機械爪 特殊武裝 妖精之羽 簡單說就是針對蘭達ドライバ的EMP啦 放下去一定範圍包含自己全部 就不能用蘭達ドライバ啦 算是相當針對性的特殊武裝啊 以替換方式來裝備 所以要先移除原本的肩膀裝甲 外型看起來很像飛行器 但它不是 頭尾可以拉開散熱機構 對戰車用匕首兩把 設定是收納在兩手臂後面 但是本款並不能收納回去 因為機構空間都被線欄給佔據了 裝甲展開之後 由替換零件來重現射出的線欄喔 單分子刀 本款採用的是出版的替換式 而不是載版改的一體成型式 應該是載版的回饋比較差啦 畢竟刀身變得太短 氣勢比較不足 刀子收納後 就可以安裝在膝蓋裝甲的後方 多少提升了外觀的帥氣度喔 Voxer II 現彈槍 主角愛用的武器後技槍型 頭筋更大破壞力更強 後方的槍多可以翻折開來 槍機也可以活動 有附屬兩個彈匣 而且可以互相結合 用附屬連件就可以裝在屁股上啦 有附屬兩顆可以握持的手榴彈 就是兩顆手榴彈 165厘米多用途爆破榴彈炮 烈焰魔劍的最大武器 原本是用來炸建築物用的啦 通常軍用的機體是無法承受這管炮的後座力 烈焰與魔劍也是靠著朗達ドライバ 才有辦法駕馭啊 可折疊式的加長炮身配合朗達ドライバ 讓這管炮的射程可以高達30公里啊 輔助握把可以翻開 扳機握把可以轉動 附屬的彈匣可以拆卸 兩個彈匣也可以結合 有重現可折疊的炮身 並且可以直接裝設於肩膀裝甲上的接點 還有額外附屬的加長接點來降低對可動的妨礙 折疊炮身可以移除 也有額外的接點可以裝在肩膀裝甲後面 幾乎所有的武裝都可以掛載在機身上 全裝備的樣式還是與自有本體有差啦 裝備再生就是感覺比較帥啊 主要也是因為妖精之餘還有單分子刀 分別增強了上半身還有下半身的豐富度啦 掛載在右側後方的165厘米多用途榴彈炮 也起到了非對稱的美感啊 當然頭頂的放熱所提升的中二程度 自然是不再花下啦 又二又帥耶 本款的支架底座跟前面兩款附屬的都一樣 第一台上面的標示仿造原作整備機庫的樣式 個人覺得相當漂亮 除了主要支架之外 左右後側都還有武裝的掛架 這也是我覺得這個模組很不錯的部分 而且不單是武器喔 本款所有的配件都可以收納在這個支架上 我個人是蠻愛這種不用留東西在盒子內的感覺啦 一樣有附屬六個角色的人偶 當然全部沒有圖裝喔 沒想到連金爆危機這部作品也已經25週年了 感覺還是狠心的作品呢 殊不知也是已經有點年代了呀 動畫的進度目前還沒有做到原作的結局 但第四季品質感受度上其實沒有太好 雞人番視為的確還是影響不小啦 只希望大決戰不要毀了前面的一切 不過真正要擔心的是還有沒有動畫下一季可以看才是啊 本款雖然看似很沒誠意 25週年版就只是單純改色再版 真正是完全新規的就只有特製的合繪 還有說明書裡面的示範圖地 因此還真的是沒什麼誠意啊 不過MB的烈焰魔劍本來模具的底子就很好啦 就算是2014年的模具 整體的設計跟結構也沒有什麼年代感 各項表現也都不錯 附屬的配件也很豐富 對於前兩版都沒收的人也不是多一個選擇啦 總之本來就不錯的玩具再版 當初沒收的你可以補收 已經收過的覺得這個顏色喜歡也可以再收 畢竟強弩兵會不會再版也不知道嘛 這款就當作是一石二鳥 買一隻有兩隻的享受還行啦 就這樣記得點讚訂閱分享 掰噗